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这部影片感谢TP-Link赞助播出 提供这些机器让我们使用 也让我们可以介绍我们想讲的内容 所以在介绍上我会尽量多使用他们家的产品 但说真的也不完全是因为赞助的关系 因为我个人目前工作用到最多的机器的网通设备 就是Arter X80和TLSX105 手边还有好几台他们家的产品 包括我之前用的,最近借的 这次会和大家介绍十几台 涵盖中阶到高阶 即便你目前打算是买其他家 也可以看看这一集的内容 可以了解不同等级的产品大概差在哪里 而新规格对实际的帮助有多大 那么这对于你买任何的牌子都是有帮助的 网通产品讲的速度单位是Mbps 而非电脑中常见的Mbps 100Mbps就相当于只有电脑里面的 12.5Mbps而已 所以有线网路GIGALAN它的速度是1000Mbps 相当于125Mbps 跟单颗机械硬碟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此外通常有线网路连接的方式是全双公 而Wi-Fi无线的规格通常是半双公 以前有线网路基本上只有GIGALAN和TENGIE 这两个比较主流的方案 而且TENGIE网路价格还很贵 这几年大家看到越来越多的2.5G 还有5G的产品 从过去我们开箱过的AX55 Pro 在这一台价格不到3000元的路由器 就已经支援2.5G的网路了 那就预示着2.5G网路已经走入平价化的阶段 这一切都是有机可循的 当Intel和AMD纷纷将2.5G这个功能加入到PCS当中 就代表着从DIY的桌机 套装主机 笔链 再到NAS都将迎来一次改朝换代 除此之外 各家IC公司也推出了2.5G的方案 让配套周边遍地开花 在现今 2.5G可以说是新品的标配了 虽然也是老生常谈 但我们还是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2.5G这么有未来性 First of all 如上面提到 它已经变成许多新品的标配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 当然这种强制升级也是好的 毕竟它可以向下相容 GIGALAN实在没有什么缺点 我们作为消费者 在中端装置几乎感觉不到 中端产品价格的变化 真的比较有差的 反而是Router还有Switch 但是现在这两样产品的价格 也越来越便宜 TP-Link的产品 从上到下都涵盖到了 例如Switch的话 有TLSG108M2 是BARPORT 2.5G的Switch 而在实际环境中 像是遇到老公寓老偷天 线头如果锈掉 其实剪掉重新打一个头就可以了 先看看能不能用 只要当初网路线的规格不是太烂 中间线也没有损伤 其实接上去都可以直接跑到2.5G了 理论速度是提高了2.5倍 实际也是差不多的 大多2.5G的网路都可以跑到250MB 甚至在比较短的距离 都可以跑到270MB 现在TP-Link很多产品都有支援2.5G了 涵盖了高阶中阶低阶 选择上是非常的丰富 以上的内容 不管你是要买TP-Link的产品 还是你要买其他家都完全适用 我们接下来看看 如果你想要买TP-Link的产品 要怎么样快速上手 首先家用系列主要分为 Archer和Deco两个大系列 Archer是单机贩售的 通常就是黑黑的一台 还有外路的天线 比较适合像我们住在都市的公寓 大楼或是一般的小店家 而Deco就是Mesh的Wi-Fi机种 通常是白色的圆柱状 比较好看 也比较适合有多层的透天素 或是别墅的使用者 或是你单层它就超大的空间 那几乎所有的网通装置 都是以Mesh和非Mesh 来区分产品线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其他家的产品 也可以举一反三 当然Archer也可以通过EasyMesh 来做到差不多的功能 不过它就只有支援到KB的网路协议 我如果用Archer在同一个空间下 通常我自己也会选择 独立设定每一台机器 不会刻意去处Mesh 因为我如果想要有更好的MeshNetwork 那么选择Deco才是上上侧 TP-Link的Deco系列 通常都有支援到KBR三个协议 多了这个的R的协议 才是Mesh的完整体 因为它可以快速BSS切换 可以减少切换的延迟 那么你在切换漫游的时候 就会比较顺畅 实际上Deco还有一些设定 就是专门为Mesh而生的 让组网的体验更好 又或是只有Deco在手机后台 才可以看到网路的架构图 Archer就没有这个功能 以Archer来说 型号数字越大代表越高节 而E代表的是支援WiFi 6E 6GHz 最便宜非6E的机种 千元以下就有了 不过我比较少接触 那像AX55 Pro 它就已经算是中阶机种了 我帮别人安装 用到现在迈入第二年 是挺满意的 AX72 Pro则是近年推出的机种 它价格比AX55 Pro稍高一点 但这个价差属于捏一下 还是可以上的等级 在规格上可以看到 它在5GHz的速度达到4800 比AX55 Pro的2400还要快两倍 那如果你有很多台手机 笔电同时使用5GHz 不传资料的需求 AX72 Pro具备了4x4的MuMuMu 它就能应对更多的装置 上线的速度也更高 这两台就是中价位还不错的选择 也都支援了2.5G网路 然后这两台机器 也可以让你自己选 你的Wan要用2.5G还是1G的 这点也是在选购机器的时候 可以留意的 我自己会建议 用Gigalien当Wan就好了 因为大部分家里的网路 也不会买超过1000Mbps 但是内网传说的需求 反而是比较有可能用到2.5G的 特别是我们频道的观众 很多人自己都会组电脑了 也有在用NAS 那2.5G根本是钢琴需求 反正如果你选的机器 没有这个功能 那2.5G等于也是没有用到 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 我之前开箱的AX55 Pro 是V1的版本 现在第二代的版本 已经具备双2.5G了 那我自己在用哪一台呢 我自己的工作桌范围 用的是AX80 虽然我有更高阶的其他机种 那我自认用不到那么好的 AX80其实就很够我使用了 会选择这个等级的机器 主要是考量到 它的处理器的速度够快 讯号强度也够强 然后连线装置数的能力等等 不然以我对无线上面的需求 AX72 Pro就可以满足我了 那我会进一步去考虑 连线装置数 实际在工作上 我一个人的连线装置 手机跟笔电 还有桌机 大概就15到20台左右了 还有一大串的IoT 那RZ45也不够用 已经比很多四口的家庭的总数量 还要高了 去年我有开箱过 AX95它就比AX80还要更高阶 当时有提到 有AX195这个型号 时隔一年 AX195终于详逝了 最大的差异就在于 AX195具备了WiFi6E的 6GHz频段 后面会进一步提到 那除非你是土豪超有钱的人 不然这个应该是大众 会愿意可以消费到的 旗舰机的机种了 毕竟在网上 当然也是有WiFi机的机种 最入门的BE550 虽然在万元影响 但对大多数还是有点压力吧 至于选购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看到 购买页面上面标示出 推荐的频数 连线装置数 过往的频宽等等 其实大多产品听到规格 我建议你就当一个参考就好 因为各家品牌 他们测试的方法 还有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 也跟我们的生活 实际生活不见得一样 我觉得其实看价格 也是一个蛮准的方式 但是我知道大家 不是经常在买这样的东西 你很难掌握它的行情 也就抓不出自己需求的预算 就很容易陷入 具比较规格 或是一直比较价格的陷阱 以平数来说 厂商它可能是在 比较开阔 无遮挡的测试环境 标示的可能也是2.4G 穿透能力比较好 所以可以覆盖到更远 但实际上你会希望 买回来后 你可能在最远的地方 你也希望能够连到 5GHz或6GHz 而且家里也会有隔间 隔局的狭长 或是家具的摆设 还有上下左右邻居的Wi-Fi太强 其实这些都会干扰到 这个状况在5GHz来说 是更加明显 离远一点虽然还是可以连 但是速度就会明显受到影响 不过我也客观说一句 大多数消费者 平常使用上网的这种需求 其实对于这个速度的影响 其实是不太会有感觉的 而且如果你的固网速度 是100MHz的话 高阶机种的5GHz 即便在远一点的距离 或是隔了两道墙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超过 这个固网的速度 所以不是这个Wi-Fi造成的瓶颈 还是固网在造成 网络速度上的差异 那我们据两台机器来说 一台是顶规的 一台是中阶的 都用5GHz连线 在同一个空间下 两台机器都可以跑到800Mbps 但是隔了一道墙之后 高阶的只有掉一点点 中间的机器就剩下600Mbps了 隔两道墙就差更多了 高阶的机种掉到500Mbps左右 但是中阶的机种就剩下145Mbps 几乎跟2.4G的急速差不多 如果预算可以的话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买好一点的机种 或者像住在公寓这样的集合式住宅 上下左右邻居买台好 有时候就压过你的讯号 就会很不足 连线装置数 这个要测试 我们很难去量化比较每一台机器 那毕竟现在很多机种都表示 可以100台的装置连线 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生100台装置出来测 但是我用X80的人 以我来说 如果用低阶机种 那肯定是会发生灾难的 虽然我每台装置都是连得上 但是一旦真的开始使用 就会当机 可以连上是一回事 实际上可不可以使用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除非你有一堆IoT 或是跟我一样有很多台电脑 也有同时连线传输档案的需求 不希望卡到任何瓶颈 不然像X-Uru Pro 这种有一定实力的中介机种 我觉得都很好用了 那么讲完Archer的选购建议 我们也来看一下 DECO系列的MeshWi-Fi怎么选 有时你看到网购上 MeshWi-Fi机种 怎么一整排都是价格破万 通常那是因为它两三颗一起卖 那所以单价会比较高 那像我最近在开箱的 DECO X-E75 Pro 它是TP-Link推出的新品 三颗一套的价格大概是16000 它的特色是支援Wi-Fi61 一样有6GHz的频段 比较不会受到干扰 我们会有单独一起来介绍这台产品 而万元以下 蛮适合大多消费者的 我觉得是DECO X50 Pro 目前三颗的套组 大概是8000有找 它的规格当然没有 X-E75 Pro那么高 但是基本的Wi-Fi6也有 而且速度也很够使用 具体来说 如果你的透天是三层加上顶楼阳台 那一层一颗DECO其实就蛮刚好的 主要就看你单层屏数的大小 还有预算的高低来选择几种 至于顶楼的阳台 其实偶尔上去晒个棉被 应该也不会要用手机吧 即便如果你真的想要 边听Spotify边晒衣服 2.4G网络多连上一层 其实通常也不太会有问题 而DECO 7T的使用 毕竟你是要把它全部穿在一起嘛 通常它可以使用Wi-Fi回传 不过我建议 在能力范围可行的情况下 尽量都用有线来接 不止速度会比较快 理论上也会比较稳 因为无线传输 它物理上就是会有些损耗 而且还有前面讲到的 无线网络的半双功 跟有线网络双功的差异 有的机种比较灵活 如果你控除了这个回传的频段 还可以把它转座 让中端的装置来连接使用 那就更丰富了 所以如果原本的老促没有拉线 我也建议拉个线 毕竟Wi-Fi的机器 你可以用个5年7年再去换 但是走线你可以撑到 下次换机器 还可以继续使用 我前面讲了这么多2.5G的好处 如果你经常看Enterbox的频道 你会发现我Enter 三天两头就在说 我用了什么10G的设备 然后怎么连之类的 你可能想说 这个人是不是有病 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不是的 大家要考虑到 我们平常测试这些3C产品 本来就是为了要去测试 这些产品的极限 我们会需要买到更高级的设备 去应对他们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蛮大的投资 此外我们的确平常就有在做影片 而且我们许多影片 都是4K的工作流 这个传说的量 就比一般使用者还要高非常多了 自然会用到10G的需求 才会比较足够 有兴趣我当然是非常乐意 在做一集10G网络设备的分享 但既然这一集是大众取向 我就是站在我平常怎样帮朋友 帮家人、亲戚 去选购这些产品的角度来思考 不是站在我个人 怎么样去用这些产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2.5G它的效能提升是非常有感的 在网通设备上的价格也降低很多 真的是比较适合现在大多数人来选购 你看TP-Link现在新机种几乎都有2.5G了 涵盖的所有等级 除非是特定型号有超便宜的GIGA链 或者是你就是要拿十几台来做民宿网络之类的 那个速度可能就差异不大 那现在但凡你买个入门的NAS 网络都是2.5G起跳了 除了像Synology 它的入门机种还在用GIGA链 它的竞争对手很多机种 都已经做到双2.5G了 另外就是WiFi61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 因为它最近终于开放了 但目前普及率不高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它就是过渡时期的产品 干嘛不等WiFi7啊 目前WiFi7虽然已经有实际方案 过去在Computex或是TP-Link的发表会 我们也有看到许多厂商推出WiFi7的方案 但目前WiFi7的价格不低 几乎所有厂商都是推万元以上的高级产品 这就是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嘛 但这就不是一个大多数人买得起的范围 那如果你愿意多等等 也等手机啊平板桌机普及 再一起换WiFi7 换WiFi61 也是一种不错的策略 那如果你的Router刚好坏掉 或是你想趁过年升级一下网络 现在WiFi61的优势也可以认识一下 支援6GHz几种 目前价格的确都贵一点 但我觉得还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那比较明显在规格上的优势 就是它支援了6GHz的频段 那就有点像以前5GHz刚出来的时候 相对2.4GHz有更干净 快速不受干扰的频道 6GHz现在有类似的优势 那你可能会担心 6GHz虽然速度快 但是同样距离下 讯号会不会比较差 导致速度反而比5GHz慢呢 就我自己测试DECO X175 Pro的数据 其实6GHz不会比5GHz弱 速度反而都还快一点点 总结来说 这一集透过高阶中阶的机轴 让大家看看 目前市场上有哪些产品可以选择 那如果你想对应到其他家的产品 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Router的后台管理界面干净 功能也有很多 产品价格也算蛮便宜的 是我有用他们家这么多设备的原因 最后也建议你 认识自己的需求 买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 太贵或太前沿的产品 不用特别追 那希望这集的选购建议内容 可以帮助到你 手边有一台 我开箱测试过的AX95 但我自己是用AX80 我就很满足了 所以我打算献出来 给需要换Router的 也喜欢TP-Link的网友 分享这部影片 并且写下 你目前使用的路由器 告诉我为什么你需要 想要换TP-Link 或者是换AX95 我会选择一位 送出AX95给你 要请您按赞 订阅 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